继续来看到玻璃制品出现在台湾各地已经有1000到2000年 流传至今用途广泛并且很多元 华联县境内也曾经有考古遗址出土 华联县考古博物馆全新策办了 流传古基因史弦玻璃珠文化特展展出到明年的2月12号 出现在台湾各地已有一至2000年的流离制品 流传至今仍然用途广泛多元 华联县境内也曾出土大量玻璃珠的考古遗址 为了受风箱的华联县考古博物馆 日前开幕策办流传古基因史弦玻璃珠文化特展 带领民众窥看华联考古的全貌 毕竟在华联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遗址做一些分布 我们陆陆区也从2007年一直到 今年度陆陆区在发掘的过程中 无论是花岗山遗址或是自雅干考古遗址 以及水灵医址等等都有相对应的玻璃珠的出土 就是有别于一般我们现在常看到一些像 比如说馆内所典藏一些像陶罐玉器等等 玻璃珠的诞生也是在史前文物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是金属器时代非常重要的文物的象征 我们这场展览就是史前玻璃珠的内涵之外 还有在一些原住民族人生装饰的部分有做一些介绍 一个文化资产的角度来看 其实玻璃珠的生成基本上也是随着过去在 近期时代当时在交易整个玉器的交易网络当中 环南海的一个贸易体系 那也间接的从外地从南亚等地 就是会把玻璃珠跟玉器做一些交换 也间接来到了台湾这个地方 也影响到当代的 从史前到当代的一个物质文化的演变 那也从而也是让我们反思整个文化资产的保存 这一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除了展出包含出土华岗山遗址的短圆柱各色玻璃珠 芝雅干遗址的蓝色玻璃珠等 还搭配考古沙坑体验玻璃珠串珠装饰等体验活动 馆长温孟威表示 以人类社会古老中式用品珠 结合玻璃物质的运用与转化 期盼带领民众窥见跨越千年的脉络历史 及其展出至明年2月12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方验射逢强报导